越看越像满满旁旅行,虽然很少活动,但是衣博倒是不愿下,前一阵子有媒体传出林颖和季晓波的声音,他还冲完回应辟谣了,当然,人家能这么大方诚心,也是因为这件事,确实是补分桌影,一是林颖是外贸学的资深会员,二是季晓波除了Buck那款,其他都喜欢成熟女人。 不过这次回应,倒是在一次凸显了吴小姐的正房做派,但问题是,他还没拿到正房胜党政啊,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,吴佩茨的男友是季晓波,俩人谈恋爱好多年,人还在都身三个了,竟然还没有进交门。 吴小姐这手动还是差了点啊,要换别的女心,让他做成立马转换目标,让他愿意积攒在上位,这么复刻的也少见。 除了杨美诗,一看还真想不起来,圣妹还有哪位这么勇敢执着,吴佩茨为啥要必须拿下季晓波? 当然是因为人家有钱啊,男友季晓波是个香港负商,主要投资,家里还有个低博公司,身价号称有百亿新台币,负商网上一张设照都没有季晓波和那些负商一样,爱好女人。 所以他和圈里不少女心都传出过分人,有的还有个实权,比如他和女儿有这样子的亲密合照,比如黄女还曾被前夫放掉,他曾经出轨进小宫,感人愉快国外玩。 除此之外,他的分人对象还有林心如,邢大林,然光有一本女心,而那些说不上名字的小网红,小眼魔就更多了,一配词就算生了孩子。 但是,但他依然没地位,据说常年住附近酒店,所以他完全管得住技巧多,大家都知道两人的关系,可为了自己的面子,即使男友总是被拍蛋和别的女人都愉快,他也得挺身而出,一阵男友的轻白,一配词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,生了那么多还没降进去,早就被人笑话死了。 所以表面上的和谐,一配词是否也要维护住。 当然,一小姐会去一类圈边门,也有点功利,但问题就出在这点功利上了,会一类圈最爱使的一套,就是发通稿。 而季晓波也很讨厌这些,但偏偏无配词就最负这一招,以为一家恩口出了完的画面,一定会被记者们拍到。 他还会在媒体台访时,透露自己马上就要叫哈门的消息,通过媒体向季晓波施压。 但人家根本能叫胖啊,所以领不了证,那就换个方向。 无配词又开始胜负,想要证明自己即使能领证,但欲也是高高低。 老娘要么不出门,一出门一定要把两千万台币的大算借带上,赏消群众门得远。 除此之外,无配词发现季晓波这块不好使,那就转向季晓波他妈,未来婆婆投资赛班导,那他就写更长的。 哥准下未来婆婆,季晓波妈妈都和周恩奥巴马越少了从此,无配词就拥有了赛班导媒体,只望微博有这个关键词,就会一难转发。 他的微博简直成了赛班导新传部,一个劲的我爱赛班导,光嘴上宽宽还不算捅他妈开心。 吴小姐向西斑通了十亿人民币,摸了两条装脉是黄热是其水晶的精灵,放大未来婆婆酒店里做装饰。 反正这十亿也是从男友教科出来的,婆婆也是很善的,看在无配词这么给力的份上,当然也要给点面子。 于是季晓波一家就送了吴小姐次与豪宅和大将决,还有四十亿打卡礼,全都给了。 像是爸爸孩子和个人,参加个生意他体是哪的,都是小意思。 等到公司城堂的最单电影节开幕时,吴佩瓷还给与东大主的身份接到过滨,这怎么看都像是已经被婆娇认可了。 华姐也开始这么揣测,但吴小姐就是同门竞技交大门,有些网友还懒闷,吴佩瓷自己当明星应该不差拳,怎么就非给恶归生子,还五年生三个,难道就是为了叫进豪门? 对了,没错,吴佩瓷的目标还就是这个,即使对皮都生分了,也让拉皮整回来,继续拼伺摊,正直主要而为之努力的吴小姐,真是令人感动。 吴佩瓷小姐就算心心愿苦也要叫豪门,所以叫豪门可以抛弃很多,永胜很多,因为这是她的梦想啊。 在打众学时,树立了这个伟大梦想后,吴佩瓷就开始了逐梦之路,凭借又顺又高,长大还不错的条件。 吴佩瓷找到了一个年纪很大的网友,同时还不用试试看,难度能拿下年轻一点的汉子。 于是他就到中同班同学陈楚河,这类不好好演戏,就得回家继承交业,成为分散老代的汉子。 在节目里就直接放谅,吴佩瓷给他传纸条,发短信,还主动聊话题,不过他当然没得拿下。 于是吴佩瓷又后来招养过一个有钱有跑车的日外电脑板,和一个设计师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事业的起步,他接触的人更多了,永继有就更亏了。 吴佩瓷的目标,只有有钱和更有钱的区别。 曾经年他自败男友,是法朗巴斯太子尹施明廷,不过太子如还年轻,又找了别的门魔了。 到了以后,吴佩瓷很快又找到新的门友,一个海外投资商。 皮特逊,在2009年一块首签首出席活动,算是对外公开了。 他一度说,这人就是自己想嫁的男人,打算嫁了,就会退出娱乐圈。 不过梦好做,事情难道,最后他们还是分手了。 找了个拍机情绪,没办法对这样的乐视理由,他的分能还不少,有人传他和拆哥有一腿。 不过按照吴小姐的喜好,应该是更喜欢这位。 恒大巴斯手里不仅他这一个女星,所以结果当然就是没有结果。 以赵吴大门叫出去的吴佩瓷,终于认识了季晓波。 他说,虽然季晓波的意思是单纳,但是吴小姐理解有误,以为就是交往。 于是可见的婉娱说,怀孕时,就说自己马上要忍着,生下完后没忍着。 就说自己女儿长大了当季恩,他的作为,算是惹了季晓波,对他要求老实点。 于是他都得上上一家三口的合照,最后也删除了。 季晓波也曾对外发话,说结婚不可能,把吴佩瓷之前说的所有通稿,都来了一顿打脸。 所以以后的日子,就变成了吴佩瓷的独角戏。 生孩子啥的,都是他这边出消息,出通稿,殊不知这样只会越梦越糟。 他的好门梦是做了五年,也破了五年。 养群满风,但女人都是聪明的,总得做有安慰。 就算季晓波也不松口,就算他还有别的女人。 反正老娘得全了,就可以了。 而且他的胜负,还能让他在甜心帮里,妥妥的心味。 这就算了,甜心帮流收目标,非富豪不价,所以人家有那么多钱可以花。 有新网友就不开心,他是不是一母的好物。 这难道不是一个愣打一个愣来的故事吗? 让一看说,吴小姐这个愣来的,虽然看着是做到了心甘情愿, 但他还失败的原因,就在于心太急,以为自己能逼着近小哥娶自己。 没想到他不吃这一套,转头找女儿玩去了。 哎,吴小姐难道不知道,娱乐敲水魂。 这豪圈也不是那么简单啊,所以于太也是很好奇。 这样的脑子能不能有朝一日顺利降进去? 不如咱们当个议员将来呢,看看他什么时候达成愿望。 点赞留言给于太,让我看见点亮的小手手吧。 快去追问一下她有事,就在下蒙子这个石头看道 If I can see you alone O 没念了,怕我听你啊 这个 Pero I can hear me不敏离我 Musik 噠的银子唯在呀,想个人叫我可以欠少年变lik Flyweb